这是戴比尔斯的经典文案,它也是历史上首次将钻石和爱情折上关系的钻石品牌。 自19世纪后期,钻石仅仅只是一种罕见的矿物,主要被上流人物当作身份的象征,或纯粹以炫耀财富为目的来佩戴。 戴比尔斯首次为钻石赋予故事和情感,告诉全世界的女人,如果她永远爱你,她就会送你永恒的钻石。 几乎所有的女人都会被这个故事所打动,就连著名女星玛丽莲梦露也曾宣称,只有钻石才是姑娘心中的挚爱。 经由文案故事的传播,钻石很快地就成为了必需品。 戴比尔斯也迅速成为全球钻石行业的龙头老大,因为爱是永恒的母题,它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 NBC也在安心地讲故事。 New Balance是全球唯一在欧美拥有专属工厂的国际化运动品牌,它有着十分偏执的品牌美学并以此为傲,始终坚持手工制作。 这种对陪牌精益求精的慢工精神,虽身处以备名为致将心的暖心宣传视频,将音乐教父李终胜亲手制作木吉他的过程, 与第九年一段New Balance,席帐制作鞋子的过程,关联在一起,并以此为傲, 讲述手工人的专注和对记忆的热爱和执着追求。 两个素未蒙面的匠人,天各一方,制作的物品也不同,但相同的是各自的匠心和对艺术的信仰。 视频文案有李宗盛口述,很朴实,也很动人,人生很多事,急不得,你得等他,自己收。 我二十出头入行,三十年写了不到三百首歌,当然算是量少的, 我想一个人有多少天分,跟出什么样的作品,并无太大的关联。 天分,我还是有的,我有耐心,耐得做性子,人不能孤独地活着,之所以有作品, 是为了沟通,透过作品去告诉大家,人心里的想法,眼中看到世界的样子,所在意的,所珍惜的,所以,作品,就是自己。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最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 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所以,没有理所当然,就是要在各种变数,可能之中,仍然做到最好。 世界在嘈杂,将人的内心,绝对必须是安静,安定的,面对大自然赠予的素材,我得先成就它,它才有可能会成就我。 我知道手工艺人往往意味着固执,缓慢,少量劳作,但是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 所以我们宁愿这样,也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保留我们最珍贵的,最引以为傲的,一辈子总是还得让一些善念,执念,推着向前,我们因此能够更愿意去听从内心的安排。 专注做点东西,至少能对得起光阴岁月,其他的,就留给时间说去吧。 每一句话说的都是自己,月谈三十年,斜歌不到三百首,固执缓慢,少量,只穿住内心的声音。 但这恰恰是与New Balance的品牌精神不谋而合,百年这些修行只为追求极度舒适的穿写感受,所谓之降心,使用一个降人心向另一个降人致敬。 这世界有这样一些人,安静,专注,偏执,对待自己,对待生命,对待手中,创作的作品,有着不可动摇的信仰。 这种不会随着时代而改变的降心,正是故人,故事动人的力量所在。 怎么写,才有诱惑力。 日本作家介传农之界著名的小说竹林中,以一件谋杀案为主线,让七个人出面来讲述故事,明明是同一个故事, 结果七个人讲出了七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可见虽然人人都会讲故事,却会因为角度和讲述方法的不同,呈现出天差地别的效果。 对文案本身来说,故事的选材很重要。 怎么讲故事,更重要。 要考虑的是,如何讲,才能使故事本身具有诱惑力。 如何讲,才能勾起消费者的兴趣和好奇心,激发认同和行动。 最吸引人的故事讲法是什么,想象小时候妈妈讲的故事,是什么吸引你伸长脖子,听得一惊一乍,没错,是悬念。 悬念的制造,通常与故事本身无关,而在于讲故事的技巧,世界著名的悬念大师西区柯克曾经这样定义悬念。 假如你这么讲故事,一群人围在一起打牌,突然,呼,桌子下面的一个炸弹,爆炸了,一群人死了,这样就毫无悬念。 有悬念的故事应该这样讲,首先告诉观众,桌子下面有一个炸弹,然后再说有一群人在打牌,没有人知道炸弹什么时候爆炸, 这样才能制造出让观众提心吊胆,吸引他们看下去的悬念。 看可口可乐如何将这种手法运用到文案协作当中。 据说,在英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世界上最不伪人知的三个秘密是, 英国女王的财富,巴西球星罗纳尔冬的体重,以及可口可乐的配方。 其实可口可乐的配方一直对世人公开,每一瓶可乐的瓶身都清楚地著名了配料包, 包括糖、碳酸水、焦糖、磷酸、咖啡因等,但据说在可口可乐中不到1%的升级配料,才是它的核心技术。 这种被称为7X的神秘配方,一直被可口可乐公司的元老,以及高层精心保护者。 这是出名的悬念式手法,公开大部分信息只留下核心信息保密, 比起全部配方保密,无疑更吊人胃口。 一百多年来,可口可乐的神秘配方7X一直是一个谜。 据说很多竞争对手曾经邀请高级花言式对可口可乐的7X进行破译,但从未成功过。 2006年还发生过震惊世界的可口可乐配方失窃案。 高级可乐的总部行政助理乔亚·威尼姆斯和另外两人合谋盗走了7X, 打算卖给百世可乐,结果弄乔沉着,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高级可乐到底有没有这个秘密配方呢? 有人怀疑,有人深信不疑。 但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关于神秘配方7X的故事,已经钻住了眼球。 反其道而行之的手法,也能够让文案所讲的故事更具有诱惑力,具体的集中手法,可供参考。 一般文案都会讲述消费者使用产品获得的好处,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讲这样的故事,使用产品之后出现的负面效果。 如菜刀文案,用这种菜刀切菜的人连砧板都切开了,汽车保养产品文案。 使用我们的产品会让车膜从车身上滑下来。 手电筒文案功率太强,稍着了价值百万的画作。 摩托车文案太顺油,以至于太久不加油,油盖箱都生锈了。 你还可以塑造一个极端的场景,将产品的卖点凸显到荒谬的不现实的程度。 比如银行文案,即使战乱,我们也很安全,为了塑造极端场景,有一个写作的思考流程。 你不用购买我们的产品,即使有替代方案,然后文案暗示这个替代方案是荒谬的,不现实的。 如迪奥车GPS导航的文案中塑造了一个极端情形。 在城市里,你没有我们的GPS服务也可以,你可以用巨大的路标来替代。 当然,这是荒谬的,也是不可能的。 澳美为天下文化所写的一篇长文案,也是反其道而行之的经典案例,标题,我害怕阅读的人。 正文,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害怕阅读的人。 就像我们不知道冬天从哪天开始,只会感觉一晚的黑会越来越长。 我害怕阅读的人,一跟他们谈话,我就像是一个透明的人。 苍白的脑袋无法隐藏我所拥有的内涵是什么,不是人人能够脱口而出,游荡在空气中最通俗的认知吗? 像心脏在身体的左边。 春天之后是夏天,美国总统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但阅读的人在知识里遨游,能从识谱论到光丽学,从八卦周刊讲到社会趋势,甚至空中,月下的猫都能让它们对建筑方正理论开开而谈。 相比较之下,我只是一台在MP30代的录音机,过期,无法调整。 我最引以为傲的论述,恐怕只是它多年前书架上某本书里的某段文字,而且还是不被荧光笔,画现标注的那一段。 我害怕阅读的人,当他们阅读时,连就藏匿在书后面,书一放下,就以贵族王者的形象在我面前闪耀。 举手投出都是自在风采,让我明了,阅读不只是知识,更是魔力。 他们是懂美学的牛顿,懂人类学的梵高,懂孙子兵法的甘地。 学业里充满了答案,越来越少的问题能够让他们恐惧,仿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习惯服侍一切,那自信从容是这世上最好看的一张脸。 我害怕阅读的人,因为他们很幸运,当众人拥抱孤独,或被寂寞拥抱时,他们的生命却毫不封闭,不缺乏朋友的忠实,不缺少安慰者的温柔,甚至连互相较劲的对手, 都不至于匮乏,他们一翻开书,有时会因为心有灵犀而大声赞叹,有时又会因为立场不同而陷入激变,有时会获得劝导或慰藉,这一切毫无保留又不带条件,是带亲情的爱情,是热恋中的友谊。 一本一本的书,就像一节节节的脊椎,稳稳地支撑着阅读的人。 你看,书一打开,就成为了一个拥抱的姿势,这一切,不正是我们毕生苦苦找寻的吗? 我害怕阅读的人,他们总是不知足,有人说,女人学会阅读,世界上才会冒出妇女问题,因为她们开始,有了问题。 有人更爱读书,就连爱伊斯坦,这个世界上智者中的最聪明者,临终简,都曾说,我看我自己就像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找到一开光滑的小石头,就觉得很开心,后来我才知道自己面对的,还有一片真理的大海,那没有尽头。 读书人,总是低头看书,忙着浇灌自己的饥渴,他们让自己是散开的桶子,随时准备装入更多更多更多,而我呢? 手中抓紧小石头,只是为了无聊的打水漂而已。 有个笑话这样说,人每天早上起床,只要强迫自己吞一只铲除,不管发生什么,都不再害怕,我想,我快知道铲除的味道。 我害怕阅读的人,我祈祷他们永远不知道我的不安,免得他们会轻易击垮我,甚至连打败我的意愿都没有。 我如此害怕阅读的人,因为他们的榜样是伟人。 就算做不到,退一个,也是一个。 我远不及的成功者,我害怕阅读的人,他们知道无知在小孩子身上才可爱,而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 我害怕阅读的人,因为大家都喜欢有智慧人。 我害怕有阅读的人,他们能避免我要经历的失败。 我害怕阅读的人,他们懂得生命太短,人总是聪明得太迟。 我害怕阅读的人,他们的一小时,就是我的一生。 我害怕阅读的人,尤其是还在阅读的人。 讲故事不一定要从正面来讲,我敬佩阅读的人,就不如我害怕阅读的人吸引人。 在写文案的过程当中,在收集创意的过程之中,运有逆向思维,是必备的一步。 天天出产品卖点时,不要急于正面夸赞,先反过来想想,能不能从反面进行夸赞。 分析目标群体时,不要急于在文案中以他们的故事角度。 为主体,试试看能不能以非目标群体的角度讲故事。 你还可以试着在文案中把故事讲得更为夸张一点,制造惊叹效应,更吸引眼球。 方法一,与非同类产品制造竞争。 比如Nivis牛仔裤的文案,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车抛锚了,拖车来了,但是没有绳子,于是脱下牛仔裤代替绳子来拖车。 加入联邦快递的故事,联邦快递比火警还快,所以干脆用他们家的快递运送消防车。 通过让产品与非同类产品制造竞争,夸张的对比更能凸显卖点。 方法二,与相同特性的物品进行形象化类比,步骤是这样的。 找到产品痛点,设想在一般大众认知中,这一痛点的形象象征物是什么? 找到产品最适合类比这一痛点的部分,是包装,还是形状,是颜色,还是logo。 创造一个新形象,把两者联系起来。 如相机文案,用这一款防抖相机拍照,就像用钢丝固定住一个正在跳舞的人。 快递公司文案,生活速度之快,就像直接在火上煎鸡蛋。 内衣文案,性感内衣的惹火程度,到了需要灭火器的地步。 任何一个关于产品特性的抽象概念,比如防抖,快,性感,都可以找到具体的象征物。 以一种常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剧化这种抽象化的产品特征,就能够让读者脑中制造出情理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惊叹效应。 讲故事与听故事,也是文案和消费者之间的一种沟通。 那么既然是沟通,就应该努力地将故事讲得灰声灰色。 试者在故事文案中叙述使用感官类话语,Lots。 大公司资深培训师家里里昂发现,在向听众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只有那些使用大量感官类话语的故事,能够让人集中注意力。 所谓的感官类话语,就是对你看到的,闻到的,听到的,触碰到的,舌头尝到的,无关感觉到的事物的描绘。 比如日本的元祖,自吻屋的海报文案,就用了许多感官,类似的情绪类的词语来讲述产品制作的故事。 将一组传统工艺形容的奇葩,鲜活而有趣。 我要把你的内脏挖出来,然后塞满,大量地往伤口上撒盐。 竟然在黑暗的地方一个月,被凝掠过的蔬菜,很好吃。 如果不使用这样鲜活的词汇直接叙述,很有可能会变成这样。 把蔬菜内部掏空,填满烟漬的调料,把蔬菜外部切一些口子,撒上盐。 阴暗处密封一个月,烟漬过的蔬菜很好吃。 一对比就知道,触及触觉、痛觉、视觉等感官的故事文案,连比枯燥的叙述更有感染力。 为了看海报,大老远去这家餐厅老店,在日本越来越多的超市,便利店的出现,很多老商店都变得门停冷清,面临关门的危机。 但大盘有一条名叫文理商店街的街道,不肯屈服于时代的潮流。 他们组织协会找来大型广告公司Kita,Kusanka帮忙。 广告公司无常接下了工作,找到一批年轻设计师为这条街仅存的52家店铺设计海报。 海报出来之后效果非常好,一个月内店铺客流量就增加了一倍,甚至有不少外地人大老远跑去只为看看这些海报。 这些拯救了没落老店的海报,最大的特点就是,有趣,图片有趣,文案有趣,而且很有故事性。 比如这张,这是一家烤鸡店的海报,几乎占据了整张海报的让人垂涎的鸡腿,本山文案,本店没有巨大的资金,但是有巨大的鸡腿。 几乎没有人能够有此联想到店铺的风格,甚至店主的风格,非常实在,容易打动人。 小松豆腐店的海报,则是另外一种风格。 文案,我是爸爸哦,豆腐店的老板,原本是一个豆腐人,小心翼翼拿豆腐的姿势,温暖的笑容,再加上可爱的文案,能够让人看到豆腐爸爸,对豆腐的爱。 文案,店长,想和我一起做豆腐吗?母亲,能做个孙子给我吗? 这张海报里,豆腐爸爸的妈妈出场了,文案写得很巧妙,就让人人群不惊。 又让人感动。 店长是豆腐为儿子,妈妈却在一旁,发牢骚。 说他,更想要孙子,但是牢骚归牢骚。 从照片当中可以看出,妈妈在努力帮儿子撑起这个店。 母子清醒的温暖,母亲对孙子期待,以及老板和豆腐儿子的父子情, 交织在一起,正是老店浓浓的人情味,以及老板对自己手艺的爱的真实写照。 再给一家日式点心店的海报文案,文案,我想做这么大的牡丹饼,把你的梦想变得甜甜的。 还有这一系列的文案,给我拿90根纳住来,老店百年,老爷子90岁。 你在毕业典礼上吃的红白团子,就是我做的,带着这片地区的,回忆的味道。 偷吃一个,是不会被人发现的。 最好吃的,都被我吃了。 人要是死了灵魂只有21克,就是这个团子的一半。 长寿的秘诀,把店里剩下的通通吃掉。 所以,带假牙了吗? 其实我不喜欢点心。 人生并不甜,我年轻时候的新娘,给人的感觉和这团子一模一样,美味不变。 一个星期总要休息两天吧。 定休日为周四,我爱你,闭嘴干活吧。 一直都是甜蜜的二人世界,或浪漫,或快乐,或温馨,或顽皮,或哲理,或幽默,或深沉,或美好,或调侃,或甜蜜,或豪迈。 这些海报文案呈现出来的,正是一家百年老店和一位老人的故事。 历经岁月洗礼,满载美好回忆。 有时候,文案不消极的卖弄,直接让产品出尽,讲述自己的故事,满怀诚意。 原原本本将产品美好的特质呈现出来,只是这样,就足够打动人心。 让故事像病毒一样疯传。 美国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却教授传播流行合一产生艺术的作者乔纳伯格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网络及社交媒体上,被阅读次数最多的内容和被分享次数最多的内容是不同的。 吸引阅读和引发分享是两件不同的事。 在互联网传播时代,文案仅仅只是吸引读者,还不够,没有被分享出去,传播效应就会大打折扣。 那么,什么因素会促使人们愿意去读一则文案,还愿意分享传播? 出于好奇,伯格和他的同事一起对分享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最终总结出实现病毒是传播的六个法则。 社交货币,人们为了提升自己的好形象而分享。 促因,我们分享的事物总是脑袋里最先想到的。 情感倾向,当我们关心某一事物的时候,我们就会分享它。 我们越关心一件事物,或者越有共鸣,我们就越有可能分享该事物。 公众,其他人都在分享的事物。 我们也更倾向于分享,实用价值。 人们愿意分享,实用信息帮助他人。 故事,人们喜欢分享隐含在故事中的事物。 这六个法则并不是互相独立的,打个比方。 一则具备故事性,能够引发情感共鸣,能够提升用户正面形象社交, 或者能够在恰当的时间点占据用户心智的文案。 比起仅仅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文案,当然,更具备病毒式传播的条件。 而且,故事性只是速成分享的法则之一,并非所有的故事都会引发分享。 如何让故事性文案更加具备更多病毒式传播的条件, 才是文案讲故事的最终目的。 首先,社交货币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 国外曾有人做过实验,实验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让参与者说出自己在Facebook上表达的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有多少, 然后再说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会表达的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有多少。 第二部分是为了另外找到一群人, 让每个参与者找到三个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 以及三个关系一般的人。 实验者会请这六个人评价参与者在现实生活中过得快乐与否, 然后再让这六个人看参与者的Facebook页面, 评价他们在Facebook表现的是开心还是难过。 结果表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表达的负面情绪比社交网络上表达的更多一些。 也就是说,人们在社交网络上更倾向于表达正面情绪, 实际上这就是社交货币在作祟。 表达积极正面的情绪更容易获得社会认同, 所以人们都会不自觉地在社交网络上表现得更加积极向上。 伯格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比如下面两篇文章, 满眼心急的新来者爱上了这座城市, 寒心自杀,网络谣言之过, 后者的阅读量高过前者,分享量绝地有前者。 如果你去翻翻自己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内容, 或者最近发给朋友,推荐给朋友的文章, 你会发现它们基本都符合这几项条件。 这段内容可信,有意义。 这段内容吸引我,感动我。 这段内容有道理,讲得通。 三个条件都很正面, 同样的道理, 表达正面情绪, 传达基地情感的故事文案, 也更容易被人分享。 台湾大众银行的几个广告, 都曾在社交网络上疯传。 马校长的合唱团, 母亲的勇气和梦其事, 以不平凡的平凡大众生活为主题, 讲述平凡人的故事。 一经推出, 便迅速奉命整个台湾, 并通过网络传遍中国大陆, 受到热捧。 马校长的合唱团文案, 马校长不会乐器, 不懂乐理, 但他有个合唱团, 15年来, 他坚持每天放学后教孩子们唱歌, 他像父亲一样, 用歌声教他们长大。 他对孩子们说, 你能唱出那么美的声音, 就表示上帝对你与众不同, 你也要爱你的与众不同。 在合唱比赛的重要日子, 孩子们吓坏了, 校长告诉他们, 闭上眼睛张开嘴巴, 只管唱出身上的你自己。 最后当淳朴优美的原著, 明山歌在赛场上响起, 清亮亮的彤音和孩子们 乌黑真诚的双眼, 赢得了赛场所有人的贺彩。 这一刻, 观众们的心也跟着热血沸腾。 合唱比赛大获成功, 这一天, 他终于让天使相信, 自己就是天使。 母亲的勇气文案, 一个老夫人, 因为涉嫌携带伪敬品, 在机场被拘捕了。 她是一个台湾人, 没有人认识她, 她告诉他们这是一包中药菜, 她是来这里炖鸡汤给女儿补身体的, 她女儿刚生产完, 她们有好几年没有再见了。 蔡英妹, 63岁, 第一次出国, 不会英文, 没有人陪伴, 一个人独自飞行三天, 三个国家, 三万两千公里, 她是怎么做到的? 梦奇事的文案, 五个台湾人, 平均年龄81岁, 一个重厅, 一个得了癌症, 三个有心脏病, 每个都有退化性关节炎, 六个月准备, 环岛13天, 1139公里, 从北到南, 从黑夜到白天, 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 这些故事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 让每个看过的人都乐意向更多的人分享, 不仅是因为故事本身的取材, 以及广告制作上的精良, 更是因为他们传达的情感是积极的, 感人至深的, 正是这种正向的情感, 使得人们愿意通过自己的社交网络来传播, 以此塑造良好的自我社交形象。 根据伯格总结的第二个法则, 促音, 以及公众这一法则, 人们通常会分享那些正在想着的话题, 或者那些与当下, 与我们自身有关的话题。 同时, 当多数人都在分享某些热点时, 人们也会更加倾向于分享。 因此, 在故事里出现热点和诱导记忆的契机非常重要, 这个契机可以是实时的热点, 也可以是人生热点, 比如高考、青春、恋爱、家庭、育儿等具有阶段性的热点主题。 杜蕾斯在北京暴雨时曾策划了一个安全套当鞋套的故事, 在微博上迅速成为热门。 文案是, 北京今日暴雨, 幸好暴力还有两只杜蕾斯, 这个故事风靡的原因不仅在于出色的创意, 也是因为抓住了暴雨这一及时热点, 讲了一个出人意料又很幽默的故事, 所以在当天就创造了惊人的转发量。 而且, 这个故事在人们脑海中嵌入了记忆契机, 可以拥有很长的生命力, 可以想象, 此后再下暴雨, 可能还会有人重提这个故事。 京东在科比比分超过乔丹这一新闻成为热门话题时, 曾经推出一则文案, 之所以会超越传奇, 是因为成功者都在他人看不见的地方, 流下过无数辛劳的汗水。 我知道洛杉矶每一天凌晨四点的样子, 科比, 陪从小哥的角色, 令人印象深刻。 紧随热点创造出并多时传播的故事, 有四个要点。 永远在哪, 随时随地做出反应, 永远新颖, 借助于热点, 重新阐述品牌, 永远真实, 反映日常生活的真实, 永远是你与每位消费者相关。 另外, 这些能够激发读者强烈的故事, 通常更容易获得二次或多次传播的机会。 博格的研究发现, 如果一个故事让读者感到极度愤怒或者非常焦虑, 例如政治宠闻或者新发现的挚爱因素, 人们会很乐意转发, 及时题材相同。 表达强烈情绪的故事, 也会比表达对平淡的故事更容易非分享。 要实现故事传播, 平淡是大忌, 你需要做的是在故事中加入强烈情绪, 运用情绪化的激烈的语言, 真实, 让位于情感, 设置出人预料的情节转折点。 比如义务网开业时, 向用户讲述了一个别针换别墅的故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主人公是美国一位普通的青年麦克唐纳, 从2005年7月起, 麦克唐纳利用互联网, 用一枚漂亮的红色区别针, 开始与人交换, 第一次他换回了一支鱼形笔, 随后他用鱼形笔, 从一位女艺术家那里换到了一个笑脸, 陶瓷们把手, 接着又换到了烤炉, 发电机, 古董啤酒桶, 雪地车, 就这样, 随着物品的变化和增值, 麦克唐纳日前终于没花一分钱, 就换回一套漂亮的双层公寓一年的使用权, 这个故事一方面非常符合义务网以物换物的产品特征, 而且故事的主角也是典型的义务网用户群体即换客, 另一方面, 别针换别墅本身就相当有噱头, 而且出人意料的故事, 很容易引发传播, 在家加多宝和广耀打官司, 被财力禁用红罐凉茶改名为加多宝这句广告语之后, 曾推出四张对不起系列海报, 在网络上疯传, 对不起, 是我们太笨, 用了17年的时间, 才把中国的凉茶作为唯一可以可口可乐比肩的品牌, 对不起, 是我们出生草根, 侧侧底底是民情的基因, 对不起, 是我们无能, 卖凉茶可以, 打官司不行, 对不起, 是我们太自私, 连续六年全国销量领先, 没有帮助竞争队友, 修建工厂, 玩上渠道, 快速成长, 整个系列海报使用四张痛哭的小孩的照片为配图, 表面是在道歉, 实际, 句句都是在讲自己的故事, 一边是自夸, 一边是对竞争对手的嘲讽, 在道德上, 先对手于不易, 装可怜的姿态, 强力情绪化的表现形式, 引来大量支持, 许多名人, 网红都免费转发, 纷纷回应, 没关系, 加多宝, 不哭, 情感就有陷入为主的强大力量, 就算大家都知道加多宝, 只是假装可怜地讲了一个自夸的故事, 也忍不住表示, 看到那几个孩子的眼泪, 心都软了, 已经不清楚加多宝和王老吉之间的竞争, 但因为这句对不起和几个表包的表情, 情感的天秘已经倾向加多宝了, 正经地讲一个不正经的故事, 支付宝曾经推出一篇长文案, 梵高为什么自杀, 被网友惊呼脑洞大开, 是一样的文案, 这篇文案很长, 但几乎每一点胆期地阅读的人都读完了, 而且读完了还愿意在社交平台上分享, 临一记不是因为他对梵高为什么自杀这个问题, 给出了别开生命的回答, 也不是因为他的恶搞和脑洞风格, 而是正因为他看似正经地讲了一个不正经的故事, 但这个故事的逻辑无比强大, 让人看完无言以对, 梵高为何自杀, 因为他是神经病吗? 可能是, 但绝不是主要原因, 今天我想聊聊梵高为何自杀这个话题,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名为亲爱的提奥, 书上收录了上百封梵高与弟弟提奥互通的信件, 这本书是我对梵高的印象彻底的改观, 我原本以为他只不过是个会画画的神经病, 看完这本书, 我才发现他是一个心思缜密的, 思路清洗的神经病, 用一句话概括, 梵高可能是个疯子, 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傻子, 我们先来看看梵高在成为画家之前是干什么的, 他是一个画商, 而且是一个相当成功的画商, 梵高就职于当时最牛的一家画廊, 一个做过画商的画家, 就好像一个做过嫖客的小姐, 至少他充分了解消费者的心理, 光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梵高在艺术品鉴上方面的眼光有多度, 赛上, 他是梵高生前最欣赏, 也是最看好的一个画家, 看看赛上的话在今天的价格, 打牌人, 1894到1895, 2亿7千万美金, 至今仍在世界最贵绘画牌坊宝中, 雄居第一, 梵高气商从意在我看来, 不光是头脑发热一拍大腿, 就此决定献身一书那么简单, 其实他在下一盘大棋, 首先, 梵高凭借他明慰的洞察力和独到的眼光, 判断出一个结论, 印象派闭火, 他的理论依据也很简单, 现在的人越来越喜欢那种色调明快, 让人感觉舒服的作品, 马娜在这方面就做得很成功, 但是相比之下, 印象派在这方面则做得更好, 然而梵高知道, 自己再去玩印象派已经有点晚了, 最多只能变成一个画得很像的追随者, 于是, 梵高开发出了一套更牛, 更大胆的画法, 这种画法在他的作品上看上去比印象派还要明亮, 鲜艳, 除此之外, 他对市场的分析也相当准确, 他认为在风景画领域, 克劳德莫奈的地位已经不太可能被颠覆了, 既然在风景画上拼不过你, 那我就主攻肖像, 另外梵高在个人风格的树立上也做得非常到位, 在当时的青年画家当中, 有一位名叫乔治修拉的密集爱好症患者, 他的画全部都是有一个一个的小点所组成的, 可谓辨识度极高, 梵高也吸取修拉的经验, 研究怎么让别人一眼就能认出自己的画, 没过多久, 那些线线圈圈就诞生了, 在品牌打造方面, 梵高也想得比一般人远, 他在画作上的签名之所以是文森特而不是梵高, 就是因为他觉得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名字中GH的发音, 由此可见, 梵高早已做好了一切爆红的准备, 而且他并不只是手朱带兔似的, 傻等天上的那块披萨饼哪天能够砸到自己的脸上, 在决定成为职业画家之前, 他就已经做好了安排, 他先是介绍弟弟提奥进入画商圈, 然后让提奥专供印象派画家, 莫奈德加, 毕沙罗, 他们能够大红大紫, 很大一部原因是因为提奥的炒作, 如果印象派都被大家所接受了, 那我离成功还远吗? 所以我一直认为, 梵高的画并不是迈不动, 只不过他一直在等一个时机, 一个依靠而红的机会, 可惜梵高一直没有等到那个时机, 1980年7月29日, 梵高朝自己胸口轰了一枪, 反正不管怎么样, 梵高是真的走了, 然而在梵高死后十年后, 他的作品开始渐渐被人们所认识, 如果再撑十年, 他可能就真的能够看到自己爆红的那一刻, 那么他究竟为何自杀? 一个对于自己的商业模式有着完美构想的奇才, 为何会再快要熬住头时挂掉了? 除了神经病之外, 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 穷到连买张床的钱都没有, 穷到请不起模特, 画来画去只能画自己, 我曾经研究过梵高的经济状况, 他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弟弟提奥的经济, 提奥每个月会给梵高的账上打200到250法郎的生活费, 200法郎在当时能干什么? 住宿一法郎一天, 吃喝一法郎一天, 加上购买绘画器材和一个月难得去几次封月场所, 怎么算也不会超过100法郎的开销, 那么问题来了, 梵高的钱究竟去哪儿了? 这个问题别说我答不上来, 相信就连梵高自己也搞不清楚, 可惜当时没有支付宝, 不然划几下手指就能轻松理财了, 最近支付宝还搞了一个新功能, 根据你这几年的财务状况以及人际关系等等, 预测出十年后成为土豪的可能性, 如果真有支付宝, 也许还梵高会多活几年, 也许他会就此看到生命的曙光, 也许梵高就不会自杀, 梵高在给T.O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作品是冒着生命危险化的, 我的理智已经垮掉了一大半, 但我始终相信, 一个尽其所能勤勤恳恳努力干的人, 总会成功的, 忠心地握住你的双手, 文森特, 1890年7月27日, 总结起来这篇神文案的结构可以归纳为一个公式, 95%有噱头的故事加5%的品牌植入, 尽管品牌的植物显得很突兀, 但这是这篇文案想达到的目的, 让人瞠目结舌, 哑口无言, 充满恶搞却毫无漏洞的逻辑链, 吸引人欲读下去, 在严密的故事叙述过程当中, 不断打破读者的预期, 让故事真正令人难忘, 同时速食人们将故事分享出去。